现在疫情解封 许多公益团体也陆续开始办理公益活动 其中在疫情间成立的 中华国际志工公益协会 便从协会所在地桃园巴德主缘里出发 在日前串联御皇太子宫 与桃园市议员朱正瑶服务处 举办台湾有爱 情意善行公益活动 希望外界的爱心 能失之交付给有需要的民众 这场公益活动 有关台湾有爱 情意善行 加上我们的义座 朱义座 以及中华国际 以及宜兰 张法书公庙 加上我们御皇太子慈善功德会 来共同来主办这场的 桃园巴德 台湾有爱 情意善行的 关怀弱势 爱心意见的活动 我们因为现场 有那个宴箱 宴箱理事长的 一些志工伙伴 来陪同 让这场的公益活动 扩大抛砖引预 协会是在巴德主缘里 所以我们以主缘里为主 从这里开始发展出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把爱 关怀送出去 现场不仅有装满民生用品 和衣服的物资袋 免费提供给在地 弱势加户来领取 还请来多位专业美法老师 现场为民众意见 帮助大家改同换面 由外而内 让自己焕然一新 更有自信去面对 接下来的生活挑战 意见老师也感谢 主办单位的邀约 让他们能有机会 贡献心力 为大家服务 而民众也称赞 老师的技术很棒 更感谢主办单位 与大家的爱心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对 因为我平常也是都有参加议检 来参与 发觉说真的 真正要到议检 真的要落实在 需要的人的身上 对 我是觉得说 这次这个办的活动 是非常的好 对 那我希望说 公主能够继续 再把它延展下去 就是好好的来 为真正需要的人 来得到帮助 技术真的很好 他们每一个人长得漂亮 又技术又很好 动作很俐落 而且很祥和 很仔细 又怕说 那个被他写的人 会不会能吗 会不会痛吗 会不会怎样 真的超有爱心的 很感恩他们 谢谢 可以让这些 一些善心大的 改头换面 换然一心 重新出发 希望未来台湾会更好 情意善心的动作 我们把它蔓延下去 中华国际志工工艺协会也表示 未来会持续串联其他善心团体 在巴德与桃源地区来举办公益活动 希望借此把爱给传出去 将人间温暖 送达到社会各个角落 记得了雨亭团队报道 不会啦 没有办法